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又是古人起调的另一个特点 那么如此一来我们讲了三个特点 起调的三个特点 比如说王又成就是王维 风俊叫公民 渡公布 渡府 代价满天地 陈加州 陈生 宋客飞鸟外 这些指以高山最实 我们的怀疑好像一个石头 从高山那里突然掉下来一样 不知其来令人惊觉 好像是突然 就是显得高山最实 不知其来就是突兀 那么这样一来根据古人的看法 那么我们可以 首先把它的归纳 古人的开头往往看中什么 开头的看中有三个特点 一个是高唱 一个是急苍苍茫茫之志 苍苍茫茫之志也就是他的境界扩大 贵徒 那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 就是下面 开头呢比较注重急紧生情 境界扩大 这个是起比 也就是起的特点之一 你比如说前面 沈德前所说的举那些例子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 歇跳 暂时下都夜发心灵 至今亦正西府就了 一开头 大江流日夜 客心卑微啊 这个开头 那就是境界扩大了 就是急紧盛情的 用大江的日夜东流 来比被人排挤 而生的那种悲仇的身寡 杜甫的宋远 一开头 代价满天地 扶为军远行 这个开头 概括了当时战乱的情形 唱出一种悲壮的声音 表达被迫远 对这个被迫远行的 是有人的同情 你看代价满天地 战争就要爆发了吗 所以他这个军送行的 送了送行的要远远行的那个人 才到哪里去呢 就到代价满天地那个地方去 朝子高台多悲风 朝日照北林 开头 急紧高台 早日 他是通过这样所构成的境界 因为来书写他的悲哀 多悲风 风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悲和不悲的 悲是主观的情感 是人的情感 那么他感受到风 有悲了 显然是把他的情感 移到风里面去 移到风里面去 王维 宋子周离始军 万贺素参天 千山享杜鹃 你看他那个描写的那个景 用的那个意象 是扩大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开头 我们把它理解为 急紧生情 境界扩大 有些诗啊 开头 如果你的境界不大的话 那可能写写写写 就把它写成词了 就不是诗了 对吧 诗一般境界是扩大的 但是大完以后 你下面的那个承接 你就要懂得承的行动 不然你承不起来 那就变成头大脚 脚小的了 那么开头的第二点 开头啊 古人齐比 鲜染气氛 用作风托 或者是大气包举 笼罩全天 也就是沈德前所说的声高 高唱 比如说曹族的 明月照高楼啊 流光正徘徊 一开端用明月高照 流光徘徊这样的景象 来烘托 归宗绍妇 望月怀远 这样一种仇诗 婉转的仇诗 那显然呢 明月照高楼 流光正徘徊 那确实是大气包举 笼罩着全天 月光照到哪里 流光徘徊到哪里 师父的那一种仇诗 他们怀远的仇诗 那就流到哪里 王伟的官吏 叫封敬角公民 将军劣卫成 第一句 封敬角公民 角公民 已经通脱了 将军的那种音质 将军呢 他是说呢 到卫成一带去打猎 用的是他的 弓箭 吹响了他的冲锋号角 你看这个气势 马上渲染出来 高四 将军 竹桂兵且强啊 汉家已是 魂 牙郎 魂 爷郎 应该是 汉已是 其实 他这个是一个 岛庄剧 他讲的 这个将军 他本身出身贵族 那么 他这个贵族 在汉代里面 相当于什么呢 他高贵到什么程度呢 他用一个 魂也王 来比喻 来比喻 这个是汉代匈奴的 一个首领 首领 那么 他来通过这个来表明这个将军的身份 他指这个将军原来就是归顺唐皇朝的少数民族首领 将军的本身是贵族 他原来就是少数民族的首领 现在呢 已经归顺了唐皇朝 古代呢 他经常在唐诗里面 唐诗里面经常呢 用以汉来代唐 讲汉代其实呢 讲的是唐代 以汉代唐 杜甫丹青营 他说这个丹青本来是会话 他赞了一个将军所会的话 他说将军啊 你是魏武之子孙 于今呢 为术为亲门 英雄歌居 岁以以啊 文采风流今上春 那么魏武 魏武就是指曹操 你是魏武的子孙 那么显然这个将军 原来他这个将军是曹霸 姓曹的嘛 他就是曹操的后代 他有家世渊源的 那么你有这样一个艺术才华 那就不足其 对吧 现在呢 你在魏武 那就是魏进南北朝那个魏啊 到了唐代呢 相隔几百年了 几百年以后 你这个将军 于今为术为亲门 意思就是说 术 术明 变成平民老百姓了 这个亲门 那么就和那个豪门 相对而言 意思就是说你的家道中落了 对吧 没有以前那么显赫了 但是 你的出身那是有来头的 英雄 歌居 穗衣 文采 风流 君尚存 那么以前呢 你想起你的祖先门呢 个个都是英雄啊 雄霸一方 但是 穗衣 年代 那在以前了 远久了 作为这个贵族豪门的 那样一种英雄 十四的那一方面 慢慢消失了 但是他的文采风流呢 却被你继承了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的画画得很好 所以开头 你看 将军魏武之子孙呢 一开头 本来是写唐代的那个朝霸 一开头把它上溯到他的几百年以前 对不对 你的那个原祖们是多么的显赫 确实呢 有一种大气包具 笼罩全篇 同时也渲染了气氛 我们古人呢 创作不是写吗 诗阶千载 四通万里 是不是 留学文经雕容 诗要接千载 千载就是千年 这个就是神诗 我们讲的古代的神诗 所以你没有这种神诗 那你就写诗啊 你一出手 就没有那种气魄 没有那种扩大的境界 那么古人呢 古人呢 写诗的起句 他寒重视 讲究 贵突物 贵突物 也就是出人意外 贵突物 你才能够出人意外 曹子 正徐干 正徐干 应该念 金风飘白日 忽然归西山 你看那个金风飘白日 写得好像太阳 忽然被那个暴风吹落 你说那个风有多大 所以他说金风 金风飘白日 这样一个开头 马上传出作者 那种奇特 强烈的感受 陈生 本来是送一个人 送客 一开头 送客飞鸟万 城头楼最高 一般我们送客 古人送客 有些送到水边 对吧 有些送到三叉路口 那么呢 他 有些送到都门口 都门障隐无序 那么他可能送到 那个地方 恰好有个楼 他就登楼了 离别之事 竟然有践行 喝完践行酒 大家都分手了 那么他把 恰好把这个践行鞋 那就摆在这个楼头 城头的楼 所以他突然想到 送客飞鸟万 他好像是在天上送客 对不对 飞鸟万 一个表明在天上送客 另一个表明 我送客 你就是送到飞鸟外 那么远去 这样的开头 那确实是出人意外 其实 暗写了一个高 飞鸟外 鸟飞 他说飞鸟外 那你送客 那不是很高处吗 所以第二句的城头楼最高 欧阳修 细达 元真 春风移不到天涯 二月三成未见花 他首先是提出了一个疑问 他说二月份都来了 春天早就到了 二月份 但是在这个三成 还没有看到花 是不是春风没有到这里呢 就是春天 春风不到也就春天不到这里了 由于这里太偏了 在天涯 其实春天一早就来了 但是这里的春来得太晚 所以它就产生这一种 通过一种疑 用个疑 疑是一种主观怀疑 来开头 提出疑问 引人注意 这个就是古人开头的三种最常见的方式 成笔 你头开好了 那你呢 知道要成吗 起成转合吗 成怎么成 律师以第二年为成笔 或者是写意 直接写意 或者写紧 但是呢 要与上连的起笔 衔接 不可松范 起笔一连 仅浑阔大干 点醒提 全在此连 意思是说 你承接的第二连 你就要懂得点醒提 切须留有不尽之意 以开下文转笔 所以这个成 点醒提 还要懂得开转笔 为那个转 留下这个开启的浮现 比如说张寻军中文笔 扫条四一林 鲁记复阴城 不遍风尘色 安置天地心 门险边月尽 战苦镇云深 但细跟楼上 摇吻成笔声 调摇的形容就是山高 登上这个高山 你试试去观看一下 看到什么呢 鲁记复成音 全是敌人 包围了整座城市 这个是开头 你登高一望 是吧 调摇四一林 你四周去登上高处一望 看见了全是敌人 这骑兵 包围了整个山城 接着大家看我成笔 成笔就是三四句 不遍风尘色 安置天地心 这里写出什么呢 写出登陵以后 他所感受到的军心 军中的情况 就是整个部队一看到 这样一个场面 就是敌人 已经把这个成为了死死的这个场面 感到一种悲 这种悲感 一种悲怅 不遍风尘色 那的意思是说 你看敌人 在那里包围以后 那个骑兵 扬起了一天的成土 人数多 成土之大 使得人看起来 扑天盖地而来 那种气势 令人想到什么呢 这场仗啊 恶仗 能不能守得住 这个城 难说 安置天地心 谁能够知道 这一场战斗 如果打下去 它的结果会如何呢 不知道 只有天知道 所以 这个叫做 承笔弦间 显然 不变风尘色 安置天地心 在这里 主要是写意的 透露出军中的 那些人的感受 那些人的感受